OK 各位 我們這次又來到我們久違的跑步計劃 基本上我跟EAN都是跑步達人嘛 我們這次要參加的比賽叫做 什麼意思呢 我們會從中午一直跑步一直跑步 跑到太陽下山為止 我跟EAN會接力跑步 這個期間能跑最多圈 最多公里數的那一組就會贏 我們就是兩人組 一個人跑3K 跑完3K換一個人 他有分一人組兩人組跟四人組啦 我跟人想說接力賽會比較有趣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有一個遺憾 就是國中我小 大家不是都有大隊接力嗎 每次我們搬大隊接力第一名 其實都是我的功勞 因為我都沒有參加 當時的我就是胖胖的嘛 速度比較慢 有這個小小遺憾 所以我非常期待這次跟EAN組隊 有點圓了我小時候的夢吧 我的目標就是 希望不要拖累太多 因為EAN他一定會保六塊 那其實我估算喔 如果一公里用五分數跑的話 從中午到晚上六點 我跟EAN應該會各跑大概 35-36K 基本上是快一個圈嘛 那現在的困難就是 我一年來跑步了 上次跑步 就是去年10月的長龍馬 過了整整一年 然後我們的比賽是10月12號 今天是9月12號 我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練習 我們差不多說 今天是久違的第一跑 先跑個3K好了 看看我現在跑3K的速度是多少 Let's go 先盡力全速跑 看自己現在的狀況在哪裡 均速6分57秒 真的超慢 哦 3K就這麼累 你加油 今天目標跑個5K 一個人進步速度很快 退步速度也是很快 我最後找回之前跑步的感覺 慢慢地把底層次增加 等跑量累積起來 再慢慢把速度加快 還有只有我這個肚子 這個大肚子 就要變小 你在當天會有一些坡度 所以今天找一個有坡的地方練習 哇靠 哈哈 本來要很帥氣的跳過去 結果發現有點高 5K 35分鐘 超滿 7分數 太熱了今天 不太確定原因 但是這幾天都在發燒 然後一直咳嗽卡彈 好幾天沒有訓練 好 趕快養兵 然後繼續訓練 大概在三個禮拜後 就要跑 逼得三省 可能大家一直覺得 我是一直都很會跑 老實說 我已經一年多沒有認真跑步了 其實蠻緊張的 因為現在剩三個禮拜 到時候我跟Eric分配 可能一個人也要跑三個多小時 所以 其實那個量還是蠻恐怖的 然後我們有照粉絲一起參加嘛 一起跟我們比賽 所以還是有點壓力 不過我覺得應該會蠻有趣的啦 我今天就趕快趁很快 Sunset的時候 要逼著Sunset 練跑一下 然後 其實 明年也要挑戰 山鐵 226 所以 順便 把這個 納入我練習 的一部分吧 開始 現在是夕陽 跟這個晚霞的天空 超美的 終於跑完了 我今天只跑了 40分鐘 6分數 想當初 放馬拉松的時候是 4分多數 真的很累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年底12月 有報名了 台北馬的 拳馬 所以那也是 我要努力 訓練的其中一個目標 然後講到 台北馬 富邦的 Run for Green 植樹計畫 如果你參加台灣的四大馬拉松 或者是 其他的指定賽事 累積40公里 他就會幫你 植一棵樹 而且你還可以選植樹的地點 這個計畫呢 在五年內 希望可以種下 10萬棵樹 超酷 所以大家喜歡跑步的話 跑起來 如果你不喜歡跑步的話 跑跑看 跑多了 還可以為這個地球 種一棵樹 好我現在很累 燒船 回去洗澡 休息 台灣我回來拉 今天的目標 10K 希望可以 不是希望可以 是可以 10K完成 跑著跑著 突然想到 我就是去年的10月 整整一年前 在這邊完成長榮馬的 去年的我可以的話 現在的我也可以 10月10號國慶日 10K是應該的 我覺得完成這個10K 有給我多一點信心 明天要跟一眼開會討論一下 我覺得不能拖累太多 這是一個team effort 所以我不能落苦 我要加油 我們明天見 OK 我們明天就要接力比賽了 接力起來各位 哇 你最近練得怎麼樣 正式開始練可能都不到一個月 所以真的能bill到多少 我自己也沒有很有信心 而且我們現在算了一下 明天從中午開始跑 跑到山賽嘛 5點半 5個半小時 我們一個人大概跑 兩個小時 我如果要跑多一點的話 不一定啦 不一定嗎 希望是變地變地啦 我希望是變地變地 我不喜歡要拖累 那就兩個小時 45分鐘 跑完3K休息嗎 所以當然你跑越慢 我休息越久 這樣對我來說越好 還是明天我們就先 一個人跑兩圈 還是明天你先跑一個半吧 不要 他的規則是說 一個人至少跑一圈 然後剩下的如果是 另外一個人跑都沒差了 所以我先跑一圈 我看之前 他們第一名平均是5分數 第10名平均是6分12秒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慢一點 雖然我現在速度沒那麼快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因為是接力 所以這個我的勝算是有 有希望 有希望啦 看個人前十啊 可是我最近跑的速度都是6分2030 好像會有波耶 我會有兩個波 而且我們今天才知道說 縣長還是一定會吃的 所以我們把空腹去 不能吃太飽耶 不能吃太飽 我在那邊等 然後在那邊 葉你回來啦我飽飽喔 對 不能吃太飽 不能吃太飽 當然要盡力啦 那我們就明天正式比賽 今晚好好睡 今晚好好睡 recover一下 我們明天 賽場見 賽場見 OK我們到了Beat the Sunset的現場 我覺得氣氛比我想像中還要歡樂 好多的步驟喔 然後我今天長了就多動 長多動 今天太陽非常的大 真的是很幸運 聽說是真的跑三路 他們都說有兩個波嗎 為什麼看到我們真的做什麼 那我們其實有一個問題要解決的 是誰要先開始跑 怎麼樣 講到什麼步驟 還是你想要先浪 就是我們勝率的話 是你先回家 好啦我先浪 那我們還是要以團隊能獲勝的這個來勢吧 好啦那我們去參見 兩人組的喔 只有12組 所以呢 我們今天 全12機率很大 你目標第幾名 我覺得會參加兩人組 應該都是很厲害的 About 50%台喔 哇 前六名 等一下如果你回來 然後你沒找到我 你就繼續跑 你跟Danny先坐這走 我跟Danny先走 我再五點回來 我跑最後一圈 一開頭就是個波 超抖 欸我不知道有這麼多波 他這個路線只剩二流波 然後剛剛有粉絲問說 欸這是你們第一次越野跑嗎 原來這是越野跑 我不知道這是越野跑 我以為就是在山上跑步而已 我們來吃一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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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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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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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喔 好我先去吃東西了 好 走 讓我帶大家來看 這邊有什麼好吃的 哈哈 一開始 就是這個很恐怖的波 這個不是 好酷 就是爬山哥 好 你看還有這個音樂 這是賣補給的 還有一些裝備啊 帽子啊 好這邊是酥泡和水 這裡零食區 哇靠還有冰淇淋欸 這些都免費吃喔 免費吃 好等一下回來吃 這一區就是開在前 就在吃三明治的一群人 哈哈 我一定回來吃三明治 好我希望燕永遠不用回來 哈哈 哈哈 心跳 心跳170 根本沒有人在跑 跑不起來 今天天氣真好 那不行 好真的真的 超小心山路 超危險的 我剛剛後面就有一個跑車 腳扭到 沒辦法第一圈就停下來 1.2K之後 紀錄應該是第二個坡 他有網站上面說兩個坡 可是第一個坡超長超抖 我不知道第二個坡會多久 最後一個坡 超爆料 我連最後兩百公尺 都跑不動 我跑過最難的3K 我到最後兩百公尺 還停下來走了大概半分鐘 這個超累 這不是跑步 這是爬山 我覺得Eric可能會嚇到 好慘 這波也太痛了吧 我腿軟 走錯路了 前面大概0.3到0.4公里 全部是這樣子在跑 樓梯亞坡 沒有人在跑 大家都在走 跑不動 這3K裡面 可能有0.5到0.8是平的 其實它就是上坡 還滿下坡 下坡的話也很危險 因為它是沒有鋪好的路 泥土跟一些石板 你總會滑 一開始 這個波太痛 我的心臂還沒拉起來 變成登山行村 我本來想要平 前面就很簡單 在中後段可能才會開始累 沒有第一圈喔 差不多就快不行了 長多久 你有計就對了 大概25分鐘 腿要軟 一圈 它真的越野 這下坡也不能太快 是不是應該穿登山鞋來的 重力 做得好 休息真棒唷 小心 還有一個安排 對 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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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4 29分钟 这很硬耶 没关系我的战略是 让一人休息越久要跑越快 这真的比想象中硬很多 我现在并列第八名 我觉得我们可能第二圈开始会快一点点 因为我刚刚行李公里没拉起来 他就直接上坡 我下一圈目标比第一圈快 这是Danny我给你的承诺哦 还有十分钟可以休息 OK第二圈 我真的非常考验意志力 我觉得第二圈对二篮说也是 一定会非常痛苦 他说他这一圈要比他的三一圈快 哦 三一圈三十分钟 OK我期待 加油二篮 let's go 真的一上坡就可以了 不行 他比第一圈还慢 发音Danny他跑不较快 赶路 R έ我的臉 Let's go 可以啊 XD 行 不要 小姐 这个很糟欸 画面需要 画面需要 后来这一圈陪我跑 我的胭是新鲜的腿哦 这第七圈了哦 好 那你先这样 好啦好啦 加油 加油 Danny 我为了你很努力的在跑 你竟然没有在终点等我 我跑了28分钟 你比上第一趟快耶 比第一趟快 我是为了你的 我答应你了 我跑跑跑到终点 Danny咧 28分钟 我没有看到不上耶 我只记录 Danny太让我失望了 没有啦 我平常是很喜欢吃冰淇淋的 可是两人煮休息时间 只有20到30分钟 完全没有胃口 喝几口水吃个香蕉又要再出发了 全部结束再来吃吧 我们后面这些人超惬意的 还带自己的帐篷 可能四人组休息时间比较多 下午2、3点了 总的觉得比这午12点还要热 好像右边消退要抽筋 这边有Live Update 我们现在在第八汉名 差不多黑Area 我现在有点动不了了 今天应该在5分钟就会回来 跑得真的很硬 好 去stand by 耶 太快了啦 我会跑啊 OMG 腿软 OK 第三圈 腿软的这边 啊 这个跑 你怎么样 你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把相机盖起 董哥 第三圈 跑到一半 右边的这个小腿的筋 一直在那边跳 然后有一段大概500公尺 我跑很慢 就是让它稍微退回去 很担心我下一圈 它可能就会开始抽筋 刚刚那边有一个 可以缓解抽筋的 现在感觉像业佩是不是 可是完全不是 好崩溃哦 这比赛真的好崩溃哦 我直接要去了 真的 他修了只几分钟 我们不用走了 心力就快180 走 now 小心 follow the rules also need to beat the sunset 这个小怪很小心 我刚刚抽脚差点翻船 停路至少要能跑的 可以把Eric加油哦 撑下去啊 I know it's hard push 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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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圈真的 差点兔了 验状况怎么样 我都没机会跟他聊天 他刚快抽筋耶 他刚去那个 你要不要也去啊 他去给他 我已经去了 好 我去一下 休息一下 下一圈加油 两人组真的是有勇无谋啊各位 第四圈 Let's go 现在左将的小腿 微微的要抽筋 抽筋了各位 我现在跑起来 整个筋就会弹上来 就以致力把它压着 加油加油 谢谢 其实满感动的 因为这次刚好 有跟粉丝分享 我们会来参加这个赛事 所以有些粉丝也因为 我们来参赛 可恶啊 夜里回来了 Let's go OK 第四圈 第七圈 真的是意志力讨厌 上一圈身体都告诉我不要不要不要 我现在连下坡都有一点腿软 加油 遇到新朋友陪我跑 很棒 Hairy很棒 快喝第一四圈 路上一堆有跑越野跑的人都说 这个比圈蛮难的 加油 加油 第五圈各位 像我的锁表的一圈 最后已经跑了14.4K 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最后一圈 再不是的话 我自己很快就行 你别乱了 别乱了 一步一步 天越来越暗了 专注力要更高 要不然很容易踩到不对的地方 就会受伤 所以要很小心 体力已经透支了 你还要更专心 他在这个终点的 Yan的心情真的很复杂 点脚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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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K OK Let's go 他有两脚要抽筋了 就靠于智力在撑 他跑慢一点的话 我就不用跑下一圈了 Heroe加油 现在下面在开爬 放Avichi的 Wake me up when it's over Please wake me up when it's over Oh my god 真的体力透支了 完成它 Let's go 现在是4点20 他这边规定 你最后一圈 要5点以前出发 所以 要赶在5点以前到 把它快一点 多留一点时间给Yan 变成最后一圈 到5点半以前完成 加油 OK各位 现在呢 时间是4点30分 Eric 如果他的速度没有掉太多的话 应该10分钟左右就会回来 所以等一下 基本上他回来的时候 应该是4点40 4点45 我还有时间 跑最后一圈 我第六圈 然后我现在其实体力 已经完全透支双脚了 前两圈都一直在抽筋 不过 我真的想要在最后一圈 用全力 最后一地的力气 全部把它喷出来 希望我们真的有办法 挤到前六 真的是有希望的 所以真的想要拼命看 那现在就试试看 Eric 能不能按时间 安全的回到这里 现在已经超过4点40了 Eric真的有点掉速 所以有点担心 不知道他回来的时候 我还难不难 要直接出去跑一圈 我希望他OK Eric Let's go 最后一圈最后一圈 放一下哦 再一次 辛苦了 辛苦了 Oh my god 现在是4点44 非常吉祥的数字 最后一圈就要给Ian了 你说我是金算师 刚好帅豪可以稍跑一圈吗 没有 全部是巧合 然后我们就等Ian回来 最后一圈了 拼了拼了 等他是跑得太重心 拼了 Come on Ian Come on 老实说Bead Sunset虽然非常的硬 但我觉得非常好玩 刚在跑的时候其实很多度都想要放弃 但除了不能落脾 不能让Ian失望之外 我现在努力跑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每跑一步每跑一公里都是对环境友赛 因为富邦推出新的全民线上跑活动 跟之前的Run for Green 比较不一样 因为之前你可能要参加四大马拉松的话 要抽签比较困难 或者是 你跑全马那个玩赛的门槛比较高 可能会让一些有兴趣的人 比较没有办法参与 现在富邦推出的全民线上跑活动 让任何想要跑步的人都可以帮助大自然 你只要平常都有在跑步 你只要跑40公里 富邦就会种一颗鼠 你不用参加一些赛事 都可以对环境友赛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等夜 等他跑完我们一起庆祝 我们明天一起去台中种树 谢谢 全部抽筋了 全部 两只脚 抽筋 抽筋 OK 慢慢小跑起来 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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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小小跑步起来就开始抽筋 我现在快走后有点快抽筋了 真快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人家都说come on了 come on 压着压糭 压住压住压住 rich YES 车 message挺在做筋了 加油加油 Psychology none 好棒 Let's go Yes Yes Let's fucking go Yeah 成功了 抽筋了 抽筋了 Nice Oh my god 好強喔 我的大的小肩 等於衝了都在衝 等於在衝了 而且你抽獎也抽到了 抽獎 對 看那個抽獎 Oh my god 好適合這個 我們完全underprepared 我們來看我們有沒有前六名 七爬到十二的話我們第六啊 對 所以我們是並列第五或第六 Nice 這樣說對不對 Aball for average Let's go 我們兩人組的男生組第四名 還不錯吧 還不錯 你有沒有看這些跑者都長得什麼樣子 每個都很fit 而且很多都是有跑過越野跑的 我跑了21.2 半馬 那什麼冰淇淋三明治根本沒胃口 你有塞到嗎 沒有 你有塞到 我就大概四五次都差一點 我也差一點 就是沒有踩穩 我的腳一直這樣 一直在這個邊緣 真的是有勇無謀 而且跑到最後你的意力會開始分散 有時候就是跟著感覺走 跟著感覺走 真的不用走的了 我的感覺告訴我要用走的 快點快沒了快沒了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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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 the sunset We saw a glimpse of it 真的是 beat the sunset 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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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一路跑看到這麼多人在努力 真的是很鼓舞人心 然後很多人就幫我們加油 可能我的表情非常的猙獰 大家都說 Erik 我覺得跑步的色情真的是很溫暖 很溫暖 其實大家不只是我們的粉絲 每一個人大家都會互相加油 真的很敬佩大家 這個賽事真的是不簡單 那我們這麼努力跑 除了是挑戰自己之外呢 我們也是要改善大自然 為這個地球盡一份行李各位 沒錯 因為我們跑了這麼多 富邦都會幫我們種樹 我們明天就殺到台中去種樹 我要種的比較大顆 因為我爬比他多 明天見 那不然都給他種 我們明天見 OK 各位我們還活著 腰痠背痛的 其實今天起床下床都有點難 下台中也有點難 下台中沒有錯 我們現在忍到台中 我們現在在台中的 大安龜殼生態公園 大家看後面 我們就是來種樹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我們 臺灣山林富裕協會的蔡執行長 歡迎蔡執行長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要做什麼事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後面是一個木麻黃裡 但是它並不是我們臺灣原生的植物 但是木麻黃因為它的壽命 只有大概30年 後面看到的這片木麻黃 大概是20年左右 所以10年後這一片都不在了 其實臺灣它原本在過去百萬年來 它本來就應該有存在 自己的原生的海岸裡 那這也是這次富邦的計畫 我們要啟動的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SDG15 陸域生態的保育 我們試著跟台中市政府一起合作 在木麻黃林還有10年的壽命的時候 適當的在這裡面補植 原來在臺灣海岸線的第一線 第一線的食物叫做苦鈴盤 聽起來很苦欸 是嗎? 真的是比較苦啦 對啊 真的在海岸線擋欸 對 這個地方用一些分析跟研究的方式 這個地方過去應該要出現的樹種 然後我們再重建它原來的生態系 食物鏈以及整個生態的網絡 欸那我們今天種了 我們要過多久才看得到它長大 一年大概就會到你的半個人高了 然後呢經過了兩三年之後 它就能夠對於風啦 研磨具有阻擋的作用 它大概會到兩公尺高 那我們來種苦鈴盤 我們現在這些地上有插竿子的 都已經有種了嗎? 有一些是今年種 有一些是去年種 這個就是一年半的苦鈴盤 它們當時也是30公分 首先第一個動作就是挖枝穴 必須要20公分寬20公分深 這個餅呢大概是30公分 我們至少要挖到三分之二的地方 然後你們在挖的時候 這個土呢盡量是要集中起來 因為這些土全部都要回田回去 它剛好種下去的時候 土面跟土壤要平起 然後它施肥 這是有機肥 施兩匙 那我們第二個動作 脫盆 這邊壓一壓 比出勝利的標誌 這個V呢插進去之後 倒扣 倒扣起來之後呢 這個土球不能閃開 因為閃開它的存活率就會降低了 我們再把這個根拉開 因為木本植物的根必須要往外拓展 這棵樹才會長大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這個深度有沒有 是比較深的 所以呢我們再補一些土進去 那可是它肥料被埋起來OK 沒關係因為它的根會去追肥 追肥 它也會追肥 我超會追肥 你看它平起的時候 我們再用這個花產 所以大概就好了 因為這好像還是有點低 呃... 你不要這樣 沒有我們只是質疑轉移 大概就好了 我只確定一下是不是大概就好了 大概就好了 大概就好了 種樹對永續到底有什麼幫助 它其實影響到農業的生產 我們要吃飯嘛 我是一定要的 對不對 第二個呢 我們看到的這些 植物開花跟蜜蜂的生態有關 雖然我們在進行農業生產 但是呢生態農業跟生活 事實上這三者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這是永續 因為土是松的對不對 你的腳要踩過來 有去健身房嗎 偶爾啦 偶爾 做深蹲 哇我們昨天才怕 半馬而言 好啦 做一個深蹲 做一個十次 最後這根竹竿是保護它 要跟人家講 這裡有新的樹被種起來 所以這一根呢必須要在 它的半個拳頭的地方 半個拳頭 我們把它釘緊 釘到不能釘為止 釘好了齁 這裡有一個牌子 跟膠帶 把它的名字黏上去 然後貼膠帶起來 名字可以自己取嗎 苦鈴盤啊 哈哈哈哈 我以為我自己中的可以自己取名字 你也可以 寫一下你的祝福的話 你 是誰呢 然後最後一個 就是澆水 那是澆一整罐嗎 澆一整罐 好 剩下就靠你們了 好 開始中樹喔 應該我中了 我現在策略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有什麼策略 找一個有樹蔭的地方中 可是它不是就指定地方了嗎 這我的啊 這我的 那你的在那邊 對啊它指定了啊 什麼策略 我下面是磚耶 我下面是磚耶 哈哈哈哈哈哈 挖起來 有沒有挖哈哈這邊 挖哈哈 挖哈哈 哈哈哈哈 哇好大塊喔 欸你這樣可以少挖很多耶 可是我要找土來補耶 第一次種樹 不過你應該有種過草莓吧 嘿 我有被種過草莓 喔有 哈哈哈哈 才兩匙很可憐耶 下面捏一捏 捏一捏 然後兩隻手指頭 沒錯 哇靠 然後一隻蚯蚓在這邊 我會飛 啊你怕蚯蚓喔 這隻跟蛇很像的東西 對啊 哈哈哈哈 把牠頭髮剝一下 settle一下 讓牠入土之前 讓牠好看一點 哈哈哈 你要好好過啊 知道嗎 入土一次 入土一次 嘿 哇 它最後的一口水 你要好好過喔 知道嗎 然後就來踩對不對 對 鐵的教育 牠說要深蹲耶 可是我覺得深蹲 給我這樣踩 我深蹲會 給牠加壓嗎 照理說是不會吧 牠只是想弄我們而已 對啊 我覺得 沒關係 不好意思 你忘了比夜了啦 夜 OK 喔 我剝頭髮 入土 入土 那富方 現在除了在這邊 有種樹之外 還有在其他哪些地方 還有一個齁 花蓮 台中 彰化 還有花蓮這三個地方 那這三個地區 你們種樹現在的進度 其實這個計畫 有別於一般的種樹 以一個騎乘四年或五年來講 除了租樹之外 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管理 就是物種樹 選對的樹來種 選對的物種樹 前面第一年做研究 指定了這個地方要出現的樹種 第二年它進行採種跟培育 第三年才有苗目進來 這個是第四年 所以你今天有這些樹苗 是以前面的一年二年三年四年 到這邊 明年還要接續在種 所以在富裕這件工作 它是要跨三個世代 從三十年六十年 甚至要到一百年 每種樹代表一條食物鏈 五點不見 就代表有更多你看不到的生物 因為你種樹的方式跟方向 造成更多的生物 它就是其實整個大環境都是環環相扣 是的 這個也是在富邦 它有別於其他的植樹的目標 它非常重視SDG樹 就是生物多氧性 是 希望我們種的樹可以好好的長大 守護台灣 很偉大 我覺得整個體驗下來 我們昨天跟那麼多粉絲一起跑 然後那麼多粉絲幫我們加油 除此之外 我們跑過來的這個里程樹 可以實際幫這個環境多一份心 就也很感動 我們昨天加起來40公里差不多 可是我們種兩顆樹 我們這樣有作弊嗎 所以你也要回去多跑一點 要再跑40公里 你要補足這個人樹 對 不過現在這個活動 富邦全民線上跑 可以約一群粉絲 還有當天我們也認識一些新的朋友 都蠻好玩的 富邦這次在全台灣推動的種樹計畫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在沿海防風造林 生態富裕還有恢復生物多樣性 那他們的這次計畫呢 就是在五年內要種十萬棵樹 所以我們真的需要大家的幫忙 一起跑步 一起守護台灣 一起種樹 可以讓自己更健康 也可以讓這個環境更健康 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先直接立一個Flag 我年底也要參加一個台北馬 全馬42K 再把一棵樹種下去 42K一棵樹 要不要一起 一句話 一句話 我們這床好像在美國 好啦如果大家有要去台北馬的話 鄭邊見 我們大家一起種樹 謝謝富邦 我們下次見 跑起來 掰掰 Doodoo Man for next year free explore your backyard entry so you can run longer 2 3K好不好 也是跑是不是 可以更長一點點 Alright yeah 抽到明天的 我現在好像要死了 沒有我跑明天的 我會送給其中一位幸運的粉絲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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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年自己來的時候 你的目標是 我沒有我沒有 不要亂訪問